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這一場 這是R2的3點10分的協會時間 那也請原諒我的聲音講話講太多了 現在有點沙啞 那我們今天會有分兩個部分 會先由我來說明協會在幹嘛 然後我們協會今年都有哪些計畫 然後下一部分會由寬寬來說明 Reviewboard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同時呢我們在官網上面 議程表裡面有一個slido的連結 那我相信各位對於我們HitCon的審稿怎麼做的 一定會有很多的興趣或疑問 然後歡迎就是用slido直接發問 或者說等一下也可以直接舉手 然後跟我們做一些互動 那因為今天這個場 這是一個小場次嘛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直接的互動 那我覺得這樣是很不錯的 首先呢我們各位所看到的簡報 其實是我們協會 台灣駭客協會的一個簡報 那台灣駭客協會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台灣駭客年會 所屬的一個協會組織 我們是一個社團法人 那我們是2014年成立的 那所以說我們的終止呢在於說 我們要用駭客的力量 來去促進台灣變得更安全 那其實呢我們在成立初期呢 各位可能只聽過 但是都不知道說這裡面在幹嘛 或是怎麼加入 那其實我們現在是第三屆 那我們第三屆開始 我們包含理監室 包含會員 我們都是直接對外開放 那歡迎大家加入 然後歡迎大家參與我們的各種計劃 那我們也先跟各位分享 我們其實有六個委員會 那我們分別在做哪些事情 其實身為一個協會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呢 我們對我們的會員要有提供相對應的服務 例如說我們等一下會議也是在講說 我們會員可以幹嘛 那各位也會看到說 其實HeatCon從2015年到現在 其實經過很多代的傳承 那到第三屆的理監室呢 我們其實都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心血加入 所以說我們的委員會呢 我們也請了一些我們的新夥伴 我們的一些就是這個 次世代的好手們來擔任 首先我們會員服務委員會 我們重點在於我們的會員的招募 還有像我們會員福利的執行等等 那我們會我們的招募人是John 陳立忠 所以這個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大家很有名的John 那再來是我們會議級活動委員會 那主席呢是寬寬 寬寬可以讓大家看看你 對 那我們這個委員會的重點在於說 規劃整年度年會的各種活動 那我們的活動其實超級多 我們等一下可以有一頁是全攬 那除了這些活動之外 活動與活動之間應該可以有一些合作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委員會在做的事情 當然同時呢我們委員會 基本上我們的這個協會 基本上也是需要擔任一些重要的角色 包含我們幫企業跟政府對話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叫產業政策委員會 那我們會談的像是 可能包含說資安法 包含說我們有沒有一些 給政府的資安的建議 或者是政策的建議等等 那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任務 那超級人是Mars 那他今天還沒有出現 不過我們這個沒有關係 再來是一個協會 其實重點是品牌 相信大家看到 HitCon從2005年到現在 每一年其實他的這個品牌的累 累積其實是蠻厲害的 那經驗度大家也看到說 我們有很多來自國外的一些 好朋友來參加 大家都覺得說 HitCon在亞洲地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品牌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代表了駭客的技術 代表了品質 那我們所辦的研討會 其實大家也都很喜歡 所以今年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快100位是來自國外的參加者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厲害的一個事情 所以台灣駭客年會其實是一個國際研討會 除了議程有外國人之外參加者其實也有 那我們的公關行銷委員會 重點就在行銷我們的這個品牌 包含說我們協會在幹嘛 駭客年會在幹嘛 或者說我們各個其他子活動在做哪些事情 同時我們很重視社群 包含說學生的社群 學校的社群跟社團 或者說民間的資安社群 都是我們想要幫助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會有社群的補助計畫 我們會有課程的補助 講師的補助 那所以各位你們如果有自己有一些 你們要開課 或你們自己所屬的社團或社群有需求 需要幫忙的話 歡迎找協會 這就由我們的社群夥伴委員會來負責 那召集人是GD 再最後一個是人才培育委員會 那我們的召集人是Dyland 那其實我們這個委員會的重點在於培育人才 培育人才的方式很多 包含說我們辦比賽 我們辦教育訓練 我們今年在五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辦了HECON Training 以及最近 因為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是資安的圈內人 那最近大家應該會看到有一個單位叫資安院 那資安院有開一個叫做資安的課程 然後是免費的搶破頭對不對 還有分三期 那這個課程呢 其實它的背後的講師跟課程的規劃 其實就是由我們協會這邊所擔任的 那所以說我們這樣的合作也是在座人才培育 人才的培育跟推廣 這我們六大委員會其實 在座的事情 大家剛剛應該已經聽得很清楚了 那重點在我們其實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不限定一定是理件事 如果說你們加入協會成為會員的話 其實我們也很歡迎去邀請你們 來跟我們的委員會一起做一些 對台灣有貢獻的事情 當然也快速的帶一下 協會有哪些福利 那這邊有個QR Code 大家可以先 你們要拍可以先拍一下 這邊是一個簡單的一個Google sheet 裡面整理了目前我們協會會員有哪些福利 那在這邊其實會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變動 那因為我們協會會希望說 如果你們有想要什麼樣的福利 什麼樣的 或是希望協會幫你們做哪些事情 歡迎給我們建議 那我們會在能力所及範圍之內 盡量去幫助大家 所以我們的福利大概分三大種類 例如說一般的福利 或是提供更多資訊 或是我們提供哪些服務 所以包含像是我們的這個 會舉辦不定期的聚會 像是我們自己會辦一個會員聚餐交流 就是吃一頓飯 各位或許會覺得說 吃一頓飯有什麼了不起的 但重點在於說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 可以談更多更深入的東西 或者說可以交換業界的一些情報 業界的資訊 這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的聚餐會是不定期的舉辦 那麼下半年期應該還會再舉辦一次 以及我們身為協會的會員 我們在我們協會所有的活動 其實都有活動門票的折扣 包含說你們參加 你們報名Heakon Community 那其實我們會給予一個coupon 會有一個折扣價 還有我們11月份 還有一個大的計劃 叫Heakon Carnival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說明 它的門票其實也是會打折的 所以各位可以算一下 就是你們加入協會 雖然說有一個入會的費用跟年費 但其實如果說你都有善用這些 協會的福利的話其實是蠻省錢的 那也會協助 例如說如果各位的公司 你們需要宣傳 或各位你們所屬的社團或社群 需要宣傳的話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去幫助 幫助你們在我們協會的粉絲專頁 做一些宣傳 好 那講完了這些 我們來再談這最後的工商時間 就歡迎加入協會的會員 那其實我在擔任理事長的這段時間 我給予自己就一件任務 就是傳承 我希望能夠找到更多心血加入 然後讓我們把Heakon這個品牌 讓我們把協會做的所有事情 都能夠往下傳 讓更多有熱血的人士加入我們 然後一起來做 這是我在這三年最希望來做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歡迎加入我們 歡迎跟我們一起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在11月份會有一個新的計劃 叫做Heakon Carnival 這個計劃是幹嘛呢 其實我們結合了四場活動 各位現在所在的叫做Heakon Community Community顧名思義就是社群 那會更著動在於說 我們駭客的技術 比較偏向技術的一個研討會 11月份我們在11月14號到15號 我們會在台北文創的6樓到 6樓跟14樓 然後會舉辦Carnival 它結合了四場活動 包含Heakon Enterprise Heakon CISO Summit Heakon CTF 還有Heakon Cyber Range 這四個活動其實都是 當然包含我們要幫助企業 幫助人才 然後做推廣跟教育 所以這四個活動其實是獨立的 只因為我們在用同樣一個場地 同樣一個時間 我們就把這整個計畫 稱作叫Carnival計畫 像是一個嘉年華一樣 那這四個活動是幹嘛的呢 我們大概簡單的說明一下 Enterprise 基本上我們會去更著動在企業 需要聽的一些職責的議題 例如說有沒有企業的資安 企業的資安框架 產品或者說等等 對企業有幫助的一些 資安的一些看法或技術 就是我們Enterprise會提出的一個主題 至於Heakon CTF 各位應該是不陌生 它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一個CTF競賽 我們會在9月份舉辦初賽 會在11月份舉辦現場的決賽 那Heakon CTF它其實是一個國際的CTF競賽 所以顧名思義你們來參加 基本上就是跟全世界的駭客團隊們一起競賽 那在現場我們也會邀請國外 在出賽有前幾名的隊伍來一起比 所以在現場就會跟現在一樣 會有很多來自外國的資安專家 來自外國的駭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舞台 至於Heakon的CISO Summit 基本上就是一個資安長的高峰會 我們會演習像我們前兩年 辦了叫做Heakon的CISO的Roundtable 就是資安長的語言作論壇 現在會變成一個高峰會 我們會聚集更多更多資安長 全世界各大資安長 來跟我們一起做資安議題的對談 等一下會有一個詳細的介紹 至於Cyber Range Cyber Range就會是一個藍隊的競賽 它就會是一個企業的防禦藍隊競賽 會有一個線上的平台讓企業參加 他們去練習去比 怎麼樣去做防禦 怎麼樣去做事件的調查 當然我們有一些衍生的活動 就是工房演員的論壇 會分別在Heakon CTF跟Cyber Range舉辦 所以各位可以簡單看到 我們的活動的方向 其實我們有分成 可以分成兩個項限 更偏向紅隊的就是CTF 更偏向藍隊的像Cyber Range 更偏向管理的就是Cyber Summit 更偏向技術的就是Enterprise 這個就是我們11月的活動 當然廣告時間就是 我們在9月8號到10號 我們會有幾小時 大家自己剪一下 48小時 我們會有辦CTF的初賽 歡迎大家來參加 其實只要你在地球 你只要連上來 上網 就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初賽 這個初賽 基本上就是傳統的Jepity 就是這種解謎型的職安競賽 我相信各位其實在今天在會場內 有玩過各種相關的解謎題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練習 歡迎各位來參加 詳細的資料 我們會公開在我們的粉絲專頁 敬請期待 同時我們在11月14號到15號 我們會兩天的時間 在六樓就舉辦我們的CTF決賽 這個就是一個 就我剛剛所說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CyberRange 我們會辦在11月14號 其實這個是邀請制的 我們其實已經邀請了一些 知名的企業 包含各個產業的其實都有 然後來去比企業方 他們的資安團隊 到底防禦能力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包含到 機動產業 電信 國防 高科技 跟電商都有 那這個的話 因為現場我們其實也是可以觀看 所以他們就像是在表演給你們看一樣 那歡迎來 歡迎來看看他們的競賽成果怎麼樣 CISO 三密的話 我們會邀請 包含台灣上市櫃 前百大的這個指標企業 還有像是 Fortune Global 500的企業 他們的資安長 來跟我們一起做對談 所以我們會有150位資安長們 來一起到HeatCon 這邊來去做各種對談 那這些對談的成果 我們未來也會發表出來 那可以讓各位聽到說 到底資安長們在意的資安議題是什麼 好 懶人包 大家剛剛聽了這麼多 給大家一個懶人包 目前各位所在的位置就是8月份 8月份這邊就是HeatCon的台灣海科年會 然後9月份有CTF的初賽 11月我們有四場活動 CISO Enterprise Cyber Range CTF 然後當然我們其實 每年都會舉辦HeatCon的圈寧 我們在6、7月份 我們其實已經舉辦完畢 同時我們也有去做各種社群的推廣 包含說HeatCon Girls 社群跟社群團的補助 海外的資安學子的補助 還有像是我們經驗度 也有幫助了一下 DevCon CTF 就是TWN48團隊 然後來去做 去比這個世界上面 最頂尖的DevCon CTF決賽 那其實他們獲得第三面的成績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這也意味著是一種傳承 那HeatCon也有做一些平台 像Zero Day 像是Knowledgebase 這全部的活動 全部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各位都有機會可以一起參與 那所以說 如果你們對於我們的 所做的事情 我們的計畫 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聯絡 那這是我以上的一個簡短的分享 目前為止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 那我等一下會再看slido 那我主持棒交給寬寬 下一個部分呢 我會請寬寬來分享 就是Reviewboard的一些秘星嗎 是秘星嗎 也沒有到太太 也沒有到太太 太太 好 OK 那我們把主持棒交給寬寬 用我的電腦 用來分享 可以 還是還有嗎 那還沒有 好 那我用 快沒電了 快沒電了 那你可以用我的電 好 因為今天都是自己人嘛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 在趁機這個 在等他安裝電腦的同時 好美喔 不好意思 我今天聲音真的是快沒了 好 我們的下一場是 不好意思 來 請 你可以再講一次 我說今年的設計風格 我覺得很不錯 謝謝 對 我們 我們可以轉告我們的設計總監 總設計師 謝謝 因為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也算是一個新的挑戰 新的突破 因為我們也是 新的總召 新的團隊 我們會再跟他 再跟他說 那麼下一場 是 我們可以插我的電 好 那我們把主持棒交給寬寬 看了很多的稿件 但很多時候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做的其實 並沒有辦法 面面俱到 他們非常完美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盡量公正公開 盡可能的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是怎麼選出這些稿件 我們的考量是什麼 當然我們的決定 不一定是最完美的 但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為什麼做這些決定 那我們的決定 只好是公正的 而不是因為個人的問題 而選擇這些稿件 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一個 場合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為什麼選這些稿件 怎麼升高 以及多跟大家討論說 大家想要了解一些問題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說 簡單的分享說 我們升高委員會 對我們在這個會議的過程中 我們是怎麼樣審稿的 那以及介紹說 我們今年有哪些 在審稿上面 有哪些新的變動 那最後我們來review一下 我們在今年審稿 和今年議程上面的一些數據 那當然大家可能 最有興趣的是 審稿評分的方向 但這個部分 其實我最難給大家一個 具體的comment說 我們到底會怎麼審稿 因為我們大概有20位的 我們目前大概有20位的review board 那member 每位審稿的人員 其實他們的觀點都不一樣 而我們的觀點也不是一致的 常常我們在審稿會議上面 是需要稍微吵吵架 然後來think彼此的共識 對 那所以各個審稿委員的觀點 會不一樣 那很多時候這些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是相當的珍貴 那我們通常透過討論 然後調整評價局的共識 那比較具體而言 我們會 像右邊上的圖 我們首先會有一個 線上的評分的階段 在大家投稿上來之後 我們其實馬上就可以看到稿件 就可以開始進行審稿了 那 那每位評審 可能就會給這些分數 以我們的機制 可能在是 負3到正3的這個區間 那每位評委會給 對這個稿件的評分 可能是3分 2分 1分 這樣子 那在 線上審完稿之後 我們就會 進行我們的 開會 那通常 我們在我們 會議的解稿之後的 一個禮拜 我們就開這個會議 然後讓 reviewer 先把線上的稿件 讀完之後 我們就會開這個會議討論 對 那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從 通常是會從評分上面 很明顯大家都給負分的 我們可能就 比較沒有辦法 多考慮它 那大家都是正分的 我們可能就一篇一篇 一篇一篇拿出來討論 那去確認說 有沒有差異很大的 例如說 這一篇 大家都給非常高分數 但有一位評委 可能給的分數是 負1負2 那我們可能就會 think一下 是不是你掌握了更多的 什麼情報 或什麼線索 例如說 講者可能知道說 這篇研究其實在別的地方 有人做過了 這篇研究其實 它非常的隨便 它的技術深度 可能沒有很難 然後去think這些共識 那我們其實在審稿的過程中 都有一些內規 例如說 我們要以投稿的內容為證據 不會假設 講者會提供更多的內容 所以即使你是一個大佬 你投稿過來 那如果你投稿的apptrade 和outline 太差 我們也會假設說 你不打算講這些 那我們就只能以 你投稿的內容 認為這是你會講的東西 對 那第二個是 也是非常重要 要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對於同公司稿件 或關係人的稿件 例如說我們有些學校老師 那對他的學生 那就不會參與審查的決策 那會做的事情是 這個 這個在report人可以幫忙 聯絡溝通 幫忙解釋稿件方向 但不會參與這個稿件的決策 對 所以 所以 藉此我希望我們的 這個決策是 我們的審稿過程中是 公正的 不會因為說 例如說 某間公司在審稿 在review board member 比較多 那就拿到比較多分數 那這個在我們這邊 是不會發生的 對 那其實反過來 我順便可以 反而是可以說 如果就是 你在某個領域 那如果在這間公司的人 在review board很多 你投稿是更不利的 因為你投稿之後 會給你振分的人 就變少了 對 那所以 反而更容易被reject 好 那第三點也是特別要提供 大家說明的 大家今年的議程 應該會看到非常多的 我們說 不管是zero day 我比較說 或者是CVE 我們今年揭露了 30多個CVE的供給手法 對 但在我們這邊 我們還是要盡我們HECON 對於社會的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會確認投稿 是否已經有修補 那除非在廠商沒有回復 或廠商不願意修補 這樣的狀況下面 只要廠商願意修補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講者說 我們等到廠商修復之後 我們再來揭露我們的演講議程 那這幾個我們在做審稿過程中的一些 內規 所以今年我們也是開兩次的KIDOFF的會議 然後決定出今年的議題方向 那接著我們大約花兩三週 線上review稿件內容 那我們開了兩次很非常攏長的會議 對一次開了一個半小時 一次開了三個半小時 然後決策出今年的這些稿件 對 那所以這大概是我們審稿部分的一些 一些流程和一些機制 那接下來我們今年在審稿的過程和review board 我們有哪些新的部分呢 那首先是我們找了更多新的Member 我們希望更多的國外研究員 國內權威的研究員 可以加入我們review board 幫我們找到更多好的投稿的人 以及幫我們更準確地去審稿 對 所以我們今年加入了四位review board的Member 包含了Ashley 那他之前 我們帶過T5 然後記得到Google 然後現在在Cisco Telos 這邊做威脅研究 那也是HitCon Girls的創辦成員之一 那現在也是Blackhead Asia的reviewer 所以他的加入可以幫助我們 也更了解說國外這些conference 他們是怎麼樣組織這些review board 那給我們一些更好的建議 那我們也今年俊宜老師也很熱心 可以加入我們的review board 那他是陽明交通大學的教授 那對於漏洞啊 惡意城市都有非常深的研究 那也是這個ISIP AIS3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的老師 那我們也希望他加入可以幫我們 跟這些學生們有更好的聯繫 然後讓這些學生慢慢都變成講者 那我們另外也有兩位新的RB member 那是GHA0 那他已經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 是非常老牌的 二一城市分析和APT研究的專家 那也是CH2的member 然後以及JeffXX 那他之前是City of Player 那現在在Chapa這邊做老闆 然後是在做Enterprise Security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新的RB的member加入 那讓我們可以一方面有更多人脈 找到更多好的講者 那一方面我們希望我們的審稿的準確度 可以更準確 那在投稿的項目上面 大家今年可能看到 我們有特別有Hacking 101 那今年Hacking 101也是走我們的CLP系統 那這代表我們會去審review board 會去審Hacking 101的稿件 這是以前所沒有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些教育的議程 是可以經過我們比較嚴格正規的審查 那當然做決策 我們還是會交給活動組去決策 我們這邊會定一個D標 把我們覺得不合格的刷掉 然後把我們覺得夠qualified的 我們就會提供給活動組 然後來做後面的審查 那我們也有明日之心 多鼓勵一些學生來投稿 以及Bounty House 讓一些想要分享一些奇聞意識的講者 可以比較有趣的議題 可以不用走正規的議程 也有一些管道可以去分享他的一些經驗 好 對 那這個部分就先跳過 其實今年我們的主題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人工智慧 那我們的選擇我覺得非常的準確 因為我們前幾天 對 前幾天我們在Blackhead Defcon 也看到這樣的議題是每個人都在討論的 那我們在brainstorming的時候 也發想出了非常多的議題 那部分議題我們將也會移到企業廠商去使用 那最後下一個部分 我就會稍微說明一下今年的審稿狀況 對 那今年最有趣的一點是 就是 所有幾乎所有RB都認同 這是近幾年來我們稿件數量最多的一次 而且品質最高的一年 那我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可能COVID結束了 大家都想來台灣玩 所以投了稿件 對 剛剛我另外一場的波蘭的講師跟我說 他現在結束之後他就開始去travel 然後在台灣玩一玩去上海去北京 對 然後把東亞玩過一遍 對 第二個可能性是 可能CheckGP出來之後 大家寫稿變得比較簡單了 有CheckGP可以寫一部分的稿件 所以我們今年的稿件 共收到了94篇 包含Hacking101的議程 那一般稿件 一般議程我們有81篇投稿 那我們大概錄取的稿件有22篇 我們有兩篇稿件是invitation 是邀請的 所以我們的accept rate大概是27% 對 這已經是歷年來最低 錄取率最低的一年 對 當然另外就是Hacking101的稿件 其實還不是那麼多 這裡字有點模糊 Hacking101我們只有三篇稿件 對 所以未來也非常鼓勵大家可以去投稿 Hacking101 那這類教育性質的議程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那接下來在投稿的國家 其實我們這次在各國 我們有18個國家來投稿 那超過一半的稿件其實是來自國外的 所以包含了 印度、美國、南韓、日本 尤其我要特別提一下日本 因為有日本的稿件佔了11% 所以非常感謝日本的研究員 那其他也有土耳其、越南 那以及一些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邊的 像是這個 阿塞拜然 對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對 我非常感謝這些講者從全世界來 然後投稿我們的conference 那最後我們錄取的稿件 右邊是我們的分佈圖 可以看到說台灣的稿件還是佔了57% 那其他的 這個美國、新加坡和日本的稿件 大概佔了7% 對 那其他也有 Sweizerland Australia、Poland、Russia的議程 對 那 對 這邊我們依據的是這個 講者的所在地 所以他可能 例如說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如果在新加坡工作 那我自己會把它 count在新加坡這邊 對 那包含了一些是台灣在外的研究員 所以有幾個研究員 他看得出來是台灣人 但他在稿件系統上寫的是英國 那我就尊重講者的填寫 就把它歸在英國這邊 好 所以這邊 首先當然這邊我們要特別感謝 日本的研究員的投稿 那以及 對 雖然大部分的投稿或 講者其實都不在這邊 但我覺得非常重要一點是 不管是錄取與否 都非常感謝大家的投稿 我們也很清楚說 投稿一篇文章其實是非常花心力的 你通常要花心力去寫 然後去調整內容 都會花掉大家很多時間 所以非常感謝這些投稿者的投稿 那也是他們才可以讓我們的會議的主軸成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國內外稿件錄取的比較 從剛剛兩張圖大家可能稍微有點感覺 就是 國外的稿件在投稿的時候其實是比較多的 但錄取的時候是比較少的 這件事情也在今年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在審稿的過程中 我們並不會說 國內的稿件我就優先錄取 這件事情是不會存在的 甚至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說 reviewer可能稍微會有一些 刻板印象是 國外的稿件可能品質比較好 我要錄取多一點 但今年我們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我們還是錄取比較多國內的稿件 那我覺得這代表說 我們國內資安研究能量已經 越來越好了 那今年審稿 我們也覺得國內的 尤其漏洞研究的品質越來越好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也凸顯了 我覺得我們的研究 資安研究 我覺得已經慢慢不錯了 那尤其是很多 年輕的一代 從大家開始打CTF之後 那這些年輕的一代 已經開始從學生打CTF 變成研究員 那很多已經可以獨當一面 做一些研究了 所以這我也覺得是 讓我們有這麼好搞見 這麼多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對 那這是我們今年的 我用TITLE和Aptract做的文字允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議程非常注重在攻擊 所以你看到都是 Vulnerable Attacked RCE CVE 對 你看不到什麼藍隊的字眼在上面 對 我們的議程 今天的議程是非常偏向攻擊導向和漏洞導向的 對 好 所以這裡是我們關於搞見分佈的一些說明 那這幾天我聽到最高興的一件事情是 有會眾表示說 覺得我們HitCon的議程的品質 並不輸給DevCon 那我自己也這樣認為 我覺得我們HitCon的品質是越來越好了 對 然後所以希望未來 大家都能以參與HitCon為榮 到國外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HitCon這個conference是非常好的 好 那最後 還是要講一下 對 在這次會議中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漏洞 有些漏洞是還沒有很完善的處理的 所以有幾篇稿件在漏洞通報流程中 遭遇了一些問題 有些可能是對方原本說 我修好了 後來發現我其實沒有修好 對 那有些是一直沒有回信 然後拖到最後才發現 我可以講嗎 我到底可不可以講 對 然後最後前幾天 才決定說我可以講 像那個羽像一場 對 他剛剛應該也是說明 對 他是到了最後一刻 才收到廠商的回信 說可以去 可以去發表這一個演講 對 那 對 所以 畢竟這前面提過 因為我們已經是台灣 非常重要的 治安會議 那我們對社會的治安 實在有一定責任 對 所以 我們 以後來大家也可以有一個 共識說我們HitCon Conference的原則是 如果廠商願意修補 那我們就願意等他 那我們不會再沒有修補完 或走完通報程序的狀況下面揭露漏洞 那也希望如果有人想投稿 你的Zero Day的研究 那請特別注意 有沒有跟廠商好好的溝通 確認說他知道我們要來講這場talk 以及有沒有走完通報流程 這個漏洞有沒有修復 以避免說你的漏洞在這邊揭露之後 第二天就被駭客拿去打其他人 那造成了這個 這個 真正的治安問題 對 那希望可以與廠商保持 比較良好的一些關係 好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 今年 我們 對於我們Review Board的一些介紹 然後以及說我們今年多做一些事情 還有我們稿件的一些分佈 然後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出來討論的 我先幫忙問一個 就是那個slide上面有說 想從 要11月的CTF比賽有開放觀賽嗎 OK 問的人有在現場嗎 好 對 11月的比賽我們會開放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還有一個工坊演練論壇 這其實就是讓你們可以來參與的一個部分 就我們這個工坊演練論壇就會包含說 我們會介紹我們比賽在做什麼 然後賽況的講評以及導覽 所以在導覽的時段 我們會帶你們去CTF和Siber Range 兩個比賽的會場 然後去裡面然後去體驗一下比賽的氛圍 和大家在做什麼 然後給你做一些介紹 所以在這個 就在這個時段是開放的 所以我們會在導覽的時段開放 所以如果你想來的話就可以去報名我們 之後可以報名我們的工坊論壇 那就可以在導覽的時段去參觀 CTF和Siber Range兩邊的活動 謝謝 好 太好 有問題了 好 OK 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想要提出來聊聊的 這場到什麼時候 50分 50分 我們還有6分鐘 剛剛會不會有那個場上策略性的 就是說不修 然後就到HECON過了之後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們通報通常都還是會透過 不管是HECON Zero Day 或透過TW12回報 那這些單位就會去追著你 追著你跑 說你修了沒 你到底修了沒 你是不是真的修了 對 那所以廠商本身應該也是會希望 儘早的去修復這些漏洞 尤其像很多廠商會受到監管 你不管是金融單位 各個單位都會受到你上層去監管 所以你如果不修 我們不講倒是還好 但是你會受到你上層的這個催促說 要你趕快修 所以這狀況可能是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真的是惡意拖延 那我們就follow我們一般的原則 如果超過了90天沒有修復 那我們會試情況 如果真的是沒有反應 那我們是可以 也可能會讓講者來這邊揭露的 對 好 感謝大家的問題 我幫忙問 我幫忙問一個 就是如果有人他很想講 但是他從來沒有投稿過 然後演講技巧也不好 那這邊可不可以提供任何協助嗎 好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只要看運氣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 我們不是每一年 但我們像我們去年有舉辦 就是比較前面的training 就是說你投稿要注意哪些點 你CFP要怎麼寫 那這些東西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年的影片應該是找得到嗎 不知道 找得到 對 好 去年的影片找得到 所以可以找一下我們去年 HECON VTALK 我們也有分享一場 也是這個投稿生存指南 2022年的version 那我們就有介紹一下說 我們投稿的時候你要注意哪些點 你怎麼樣寫好你的cover paper 那以及present的時候你要注意哪些點 那甚至是在那時候我們是有邀請幾位想投稿的成員 先來講過一遍 然後我們來幫忙tune你的這個演講的部分 那這個活動不一定是每一年不一定會辦 只要看我們review board有沒有人在這時間 是有辦法來講這場talk的 不過基本上可以去參考一下我們那一場議程所講的東西 那另外就我們也可以先從比較簡單的 例如說我們可以先從lightning talk開始去訓練 然後接著我們有101 然後自己個慢慢練習之後 那接下來再投正式的議程 那這些都應該是會對你的present有幫助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找一個mentor 好好的coach你 然後讓你真的可以上台演講 那也非常歡迎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對我們就幫你coach到好 對 好 那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 對就是因為剛剛看投稿的案件比較多屬於CV或者是漏洞 那想請教說有沒有看過有人針對社交工程或者是釣魚 手法這種沿繫做投稿過 謝謝 OK 好 對 那先回講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人投過釣魚和社交工程 不多 因為這兩個議題的問題是 我們通常reviewer在reviewer的時候還是會相當重視你技術的深度 那這兩個領域如果光是就社交工程和釣魚 可能沒有辦法把技術的程式壓到太深 對 所以說在這個議題上面是比較稍微吃虧的 那例如說有些人可能會做 我去用mature learning偵測釣魚網站 或我去怎麼樣去建立一個 去偵查這些釣魚網站他們的infra 那如果你們能把技術深度把它弄得更深的話 那就會比較有機會 對 另外提一下就是我們近幾年省到 少數有省到 例如說像這種釣魚或是社交工程的部分的話 因為像釣魚或社交工程它是一個比較已經 呃 就是 怎麼講 就是 呃 發展完善 發展完整的一個議題 那你要找到新東西或是你要 就是比較會建議說你找到一些新東西或新的insight 或是說 呃 那種比較大趨勢的 呃 能夠有一些這種這樣子的 呃 對 就是技術性和創新 呃 還有實用性可能會是我們 比較 我個人啦 剛剛說每個review不一樣 那我個人是比較看重這三點 對 是 那個其實有 有關釣魚釣魚 釣魚信件啊 那 那 因為我們自己公司研究員也有 也有在研究 那其實如果說 你可以針對釣魚的對象 他們用了哪一些email的server 它怎麼阻擋了 怎麼繞過 那這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的技術 那這個話我覺得也是 其實那個技術量也是很高 那也是蠻 我覺得也是蠻有機會的 對 然後回到這位同學前面提到的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是你剛剛提到說 好像比較沒有看到社交工程的稿件 這的確是對的 那這也是我們 可能在想之後要怎麼調整的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收到的稿件 因為我們漏洞研究的品質非常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幾乎每一場都在講漏洞 但這個平衡性其實沒有掌握到非常好 這可能是我們未來要想辦法 做個調整的地方 對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分數 那我並不會說 哪一個種類要預留幾篇 所以就造成了 今天看到 今年看到的議程比較多 是這種漏洞分析 漏洞研究的議程 那這個我們也會思考說 我們明年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 讓各個不同 種類的議程是比較平均的 好 那我們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那邊有同學可以直接找我們討論 好 那就謝謝大家